我们请雅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 是在美国呢还是在台湾 然后什么样的机缘 那您怎么样看待 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请雅文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老师感恩齐方的邀请 感恩线上所有的家人及新朋友 大家好我叫顾雅文 来自美国拉斯维格斯 在来美国35年了 很高兴呢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操马里的到今天的这个心路历程 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呢 念的是教会学校 所以我也受过喜 那也知道圣灵充满是什么感受 但是因为呢种种原因呢 离开后来就接触了佛教 在修藏命的时候呢 也亲眼见到了修行之庙 而后呢我也就剃度出家修行啊 是真的剃度出家修行 那个虽然我们只有这个短短的六个月 但是呢就如同老师说的哈 一切都只是仪式而已 若是修行者心中无德 那么所有能力都只是拿来刀摇撞骗或拿来炫耀的一个弹字而已 而且在操马 导师教导我们如何 积德 修复 学习心法 调动能量与天际共振 然后我就真正体会到了这个生命有限 灵命无限 而在操马里面呢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书的时候 以为是一本这个身心灵的书籍 这种书我第一个看到的时候我就说 这种书我家里很多 要不要我给你一本 然后那个分享的人就 你回家看看吧 我真的以为这只是一本这个身心灵的书而已 后来就因缘际会呢 跟老师在超市里头碰到 这就是多住拉斯维加斯的好处 我在超市 在超市里刚好碰到老师 我就叫老师 老师说你来上课吧 我就心里还在想 哦又叫我上课 因为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是像朋友一样 我就我不知道他是老师 他都觉得他是一个人嘛 就是老师常说邻家小弟 我就想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这样 然后也就他说去上课 我也就放在心里 就就没就就放着 也就没去上课 后来呢 老师在做就是有些活动 那Vegas这边这个会长 Amy刚好又到了我公司 来推行这个超码的这本书 我说这书我已经有了 他说哦那你有没有看呢 我说我就把我的经历 我讲了一遍 我出过家 讲了一大堆之后 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看看这本书 我来上个课 就当我后来真的把这本书翻开来 看完了之后 才发现 这个这本书啊 是一本宝书 而不是一本身心里的书 他里面的这个九大心法 真的太厉害了 那做了这个步骤 你的设计的设定当中的 那只是要或不要而已的 那事情呢不是因为很困难 所以我们不去做 而是因为我们不做 所以变得很困难 所以大家就像亚文一样 这个一起来试试看 并且告诉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试试 做三个月看看 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试了呢 不会损失什么 但是不是 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亚文自己在试了太阳转运法之后呢 我女儿刚好在念高中12年级 正在申请大学 所以我知道她的成绩不是顶尖 不是不是就是not good enough 就是不是那么好 可以申请到一个很理想的大学 但是呢 因着太阳转运法 她申请到了一个好的大学 这个过程很漫长 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申请到了大学之后呢 又因为太阳转运法 我很开心的申请到了之后 接下来又开始很忧心 因为申请到大学之后 还有大学的学费 理想的这个大学学费呢 一年是五万美金 这个学杂费 我很担心 我申请到了大学之后 我去五万块钱在哪里 要怎么样子来筹这个学杂费 于是我又开始做这个新法 然后我也同样的这个 做了之后呢 因着这些东西 奖学金呢 也就陆陆续续的进来 大学一年学费费 刚刚说的是五万 现在呢 到今天呢 已经其实大半对我的着落 哇 所以这就是 当然我们有去申请 我们有去做 我们有去努力啊 不是说啊 从天上这么掉下来 可是同样的 跟我们要去申请的 不止我女儿一个 一定有很多人 都一起去申请的 为什么刚好我女儿可以拿到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感恩 这个有些时候就是 有时候我们说运气运气 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 你才会拿到 你想你要有的东西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激 那刚刚今天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齐芳也和大家分享了生命之光啊 我刚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在美国念的是七月十二号 跟你日期不太一样 比如十月十二号的呢 他的就是说 当你将感恩和爱 老老实实的完全化作 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 你会发现 其恋词法所得的能量会越来越大 若没有感恩和爱 这两大催化剂 呆做苦恋是没有用的 结录自超级生命密码 精装本第十五章 286页 那我刚刚前面说过 我这个有受过喜 有修过佛法 有出家等等 所以打坐 对我来说 就是你非做不可的事情而已 我在以前 这个要借着 这个如果说没有打坐 就是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心定的 就我们以前讲的 就是心定的这个目的 可是呢 现在呢 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要记得打坐凶心 而我们现在需要 因为红尘老心 需要在红尘境中来借识恋心 这个是我觉得 老师说的非常 这也是我非常有道理 这以前我们 那我这些事情 以前我修一修 有不好的事情来 有很多师姐就会跟我说 你是进阶线前 你好好地去化解 再修再做 那我之后再修再做 就一直在这里面 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一直转不出来 你会发现很多 在修行人生活并没有比较好 他反而越来越苦 为什么 因为进阶线前 这个是我们在里面 常常讲的话 那后来抄了收集生命密码 之后才发现 打坐的目的 就是为了堵住能量的流失 要如何止肉 才是打坐的真正目的 如法实修 也是止肉的方法 和打坐有殊途同归的作用 追根究底 修行人就是要让自己的能量 不流失 必提升火候 所以善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教导 将正能量导入自己的生活中 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 那所谓的这个 呃指肉的方法 如法实修 我就觉得轻调补 老师说这个轻调补太有用了 就是爱 忏悔 就是轻 爱与感恩 就是调 发愿 就是补 就是能够 才能够这个真的将正能量 放到自己的心中 那我今天呢 在这边讲到发愿 刚刚我一直都在讲发愿 我要讲发愿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发愿这件事情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发愿的时候 我是在去年第一次的线上音乐会 那个时候刚刚好 疫情刚刚开始 有一次线上的音乐会 因为以前每次什么音乐会啊 都是在领口体育床 我们在美国要怎么样子找那么一大堆人 买了机票回台湾去参加呢 就觉得心里已经现有个困难了 刚好这个线上音乐会开始 那么我就开始要发愿 发愿之后呢 在做宣法当中就有一个数字跑进来 要发这个多少张这个音乐票 我后来出来之后就发现 这么多张音乐票 人在哪里 钱在哪里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哈 就是如果你诚心去发 天地真的很有爱 他会就会 就是那个票就一张张的出去 钱也就这么进来 这个 当然这个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是 不是因为发愿而发愿 是真心的去发愿 如果是因为发愿而去发愿 就是这个蔡吕希老师 在地址规里面有说过的 这个穷人家的发愿 跟他后来变成有钱之后的发愿 是完全两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是制成的 我当时在发愿的时候 真的就是心无 就是真的是一心想把东西发愿 因为就觉得很高兴 这个音乐会 我们在美国的人都可以看 而不是非要跑去领口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每次在领口集馆 因为要上班 有家里有小 上有老下有小 又要上班 我怎么可能坐了一张 买一张飞机票飞回去参加呢 那个时候心里都一直这么想 当你那个时候心里想 这个现场音会真的太棒了 我们大家 我可以找很多人来看 当心里真的这么想的时候 虽然不知道人在哪里 不知道钱在哪里 可是真的就那么 就你在做的时候 就慢慢就 人就会跑出来 然后就会 你就把票就送出去 然后钱就这样就进来 我就觉得这就是真心诚意去发愿 就一定能够达成了 那也就也真的也只有这个忏悔发愿 才能够让这个负能量呢 真正的收手达到正负能量的这个平衡 刚刚我们在念导图的那个里面 老师有说这个开关 只有如法实修 才能够打开我们智慧的开关 这就是我今天 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 感恩 好 感恩那个 养文跟我们的分享 那其实 我们